上个世纪的台湾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男女歌手 几乎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代表作 并且这么多年下来一直都是传唱不衰 有些几十岁高龄的歌手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赚取生活费用 也有些退居幕后正在安享晚年 不过也有部分优秀歌手因故离世了 导致他们留下的歌曲都成了绝唱 大众再有无法听到他们本人在舞台上献唱 只能通过反复听以前录制的歌曲来缅怀他们 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一名已经过去的老牌男歌手 陈一郎 陈一郎本名是陈明农 1953年2月20日出生 是台湾知名闽南语歌手 有九国歌王的称号 曾经唱过《红灯码头》 《阿郎》 《秦传人的纯青曲》等一百多首歌曲 《生平逝久》 2001年2月4日 因肝癌逝世于高雄长庚医院 陈一郎集贯屏东县东港 据说他们陈家在五房村还算是当地旺族 他家中从事渔业 但他身体属于一晕船体质 因此该以修理脚踏车与摩托车为业 有一天 奉鸣广播电台极受欢迎的节目 司机俱乐部主持人梁山 骑车行经陈一郎修车地 附近抱胎 来到陈一郎的车行修理时 听到他哼唱 发觉这位黑手有一副好歌喉 决定将他推荐给新代唱片董事长 此后便迎来了自己的成名之路 关于陈一郎被人发觉之事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故事发生在民国七一年 那时陈一郎跟着纳卡西走唱 有一天 陈一郎跟着纳卡西到小琉球为喜宴走唱 末了有一位行传人要求陈一郎 为他伴奏一首《逃海人的心声》 感动不已的陈一郎 在听完这首歌之后 便请这位先生再唱一次 希望可以留下来做纪念 没多久 一位常常到陈一郎家里水果摊买水果的熟客人 因为不时会听见陈一郎的歌声 觉得是个好苗子 于是就介绍陈一郎与唱片公司老板会面 而这时陈一郎便把他之前听到的那首歌 按自己的回忆填好词语谱之后 带给唱片公司的老板 陈一郎沧桑而独居特色的嗓音 伴随着寂寥的歌声 令唱片公司也感受出了 陈一郎海人的任命与无奈 唱片公司的老板立刻与陈一郎签约 要帮他出唱片 然而录制好唱片的陈一郎 由于不知陈一郎的心声是何人作词作曲 仍然无法发片 后来终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陈一郎与唱片公司老板到台中无锡的海产店吃饭时 却碰见了陈海人的心声的作词作曲者夏浅在先生 夏浅在也是一位陈海行传人 因有所感而写了陈海人的心声这首歌 于是老板立刻和夏浅在签了合同买下这首歌 并且改名为《行传人的纯情曲》 后来陈一郎也因为这张专辑走红与歌坛 为陈一郎奠定了在台湾歌坛的地位 然而当年那位夏浅在先生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成名后的陈一郎仍然想再次见到夏先生 当面好好对他说声谢谢 之后陈明农又以陈一郎为一名 在新代唱片推出了《阿郎阿郎》 此后便在台语歌坛彻底站稳脚跟 同时为陈一郎在歌坛未来的持续走红 正式打向名号 陈一郎的歌声沧桑质朴 带有浓厚的香土味 曾在歌厅中替代早期被视为宝岛歌王 叶启田站过台 但相对于叶启田熟能的歌唱技巧 陈一郎则较为土直 但是他在歌剧中段与末段时常运用转音 却比较迟 也转得较为不如叶启田唱腔的圆润 这正是他歌声中土味的重要来源 这让陈一郎迅速建立起 有别于其他人的独特风格 秀场名主持人诸葛亮 不止一次提及陈一郎时说 陈一郎那种歌声找不到第二个 另外陈一郎质朴的个性不善言辞 刚出道的他 往往在歌厅秀中话语不多 若有言短句则台词甚少 陈一郎翻唱的许多经典歌曲中 口白段落会直接省略 也能显现出他这个特质 这就与诠释入戏于歌中 口白甚深的叶启田 以至后来的阿吉仔截然不同 陈一郎的歌充满浪子 漂泊 海岗 讨转 红灯等异象词汇 使陈一郎成为八十年代乡村以往都市的中下蓝领阶级者的代表 在八十年代台湾都市的工地 工人时常一边播放着陈一郎的歌曲一边做工 或者送运货物 在海口的陶海人 无论是渔民或水手 更对陈一郎的歌曲感到共鸣 可以说在八十年代的台湾 只要有工地 有海港 有做工人 就一定有陈一郎的歌声回绕 然而陈一郎的一生并非只是一帆风顺 本是淳朴的瑜伽人陈一郎 无意之中 踏入了五光十色 灯红酒绿的演艺圈之后 复杂的演艺圈 让她的生活习惯也跟着突变 性格豪爽 开朗大方的她 长生朋友一找她喝酒 她就痛快地答应了 喝起酒来 就是一杯又一杯的干 这一杯又一杯的酒水 不仅让她有了九国歌王的称号 同时 也使她的婚姻生活破裂 妻子与她离婚 更让年纪轻轻的她 单功能严重受损 陈英杰后来还这样形容陈一郎 说她是个浪子型的人 对朋友很好 人也很干脆 很照顾朋友 只是做她的妻小就比较可怜 所以陈一郎的老婆 才会受不了她的个性跟她离婚 陈一郎歌唱艺术的光鲜亮丽 可以说是伯老命换来的 长年的工作压力作息不正常 抱冷抱热的工作环境 才让她的健康多次亮起红灯 但她依旧不注重自己的身体 加上演艺圈无奈的生活 导致她白天吃着药 晚上还要陪所谓的朋友继续喝酒 这样对她的肝病一点帮助也没有 陈一郎因为喝酒伤肝不说 最重要的是也伤生 所以她有段时间特意回屏东老家静养 静养期间她也试着戒了酒 身体状况恢复得不错 肝病好了很多 直到她爸爸过世 加上她付出歌坛成绩不理想 紧接着 妈妈跟妹妹在两年内也相继过世 两年内遭逢多重巨变 对她打击很大 她的肝病复发 跟心情郁闷有很大的关系 只是为了生活 就算有这一身的病痛 也得强颜欢笑面对观众 其实娱乐圈里生活日夜颠倒 作息不正常 烟酒过多的艺人大有人在 同样也有不少艺人大手肝病所苦 像陈一朗 这辈子可以说是被酒精所害 等她肝硬化出现时 一切就已经是为时已晚了 尽管陈一朗看遍中西医 依然没有效果 最后于2001年2月4日 在48岁生日前16天 因肝癌逝世于高雄长庚医院 年仅47岁 壮年过世的她 服留下妻儿与歌迷的唏嘘 陈一朗病逝的消息 大范围传出来之后 许多与她同在一家唱片公司里的旧相识 纷纷表示难以接受 更不愿意相信 有人还以为是几年前的悟传又重演一遍 唱片公司里的老友们表示 像陈一朗那样的老好人 不应该那么早走 而在名贯唱片时期 曾是陈一朗一手带红的小师妹王瑞霞 在听到陈一朗过世的消息后 也是感到震惊不已 还对媒体说 陈一朗这几年都在南部排秀 经营一家酒店 去年还帮她接秀 怎么会突然走了呢 此外 她还以惋惜的口吻叹气道 如果陈一朗当年不踏进歌坛 也许就不会离婚 也不会得肝病 之后 她的遗体运回了屏东东港的老家 由于陈一朗的遗愿是希望自己悄悄走 不愿打扰到别人 因此 陈一朗的家属都相当低调 不愿多做任何表示 尽管陈一朗生前交代家人低调处理她的后事 但陈英杰依旧表示 她打算号召于天、陈文成等好友 帮忙处理陈一朗的后事 其实 娱乐圈自存在开始 就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好通告 拍戏 出台 作秀等 一旦你人红了 各种行程满满荡荡 前后各种事情衔接的 让人直呼 根本喘不过气 这还只是关于工作的压力 工作之外 谈恋爱都得小心翼翼 与异性艺人接触更不用说 一丁点的动作都能被外界夸大成不切实际的谣言 这又是来自舆论的压力 前面两者之外 还有亲人的压力 这么多年 我们见过太多压榨艺人的家庭了 常常是一个人出台赚钱 然后一整个家庭好多口子人花 一旦乱七八糟的行程安排太慢 或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 艺人的生活作息和精神状态就开始慢慢失常 这些无形的压力 时时刻刻都压在艺人的心头 联想到这些 有些艺人会莫名崩溃 想来一定是有哪方面原因的 对于陈以朗的去世 令人惋惜的同时 也希望大家给某些德行很好的艺人更多包容 还有就是 希望大家能从陈以朗身上吸取教训 一定要践行适度饮酒等其他健康饮食习惯 保重自己的身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